我们已经进入到选人的UI了吗 你可以看到在下面 其实这个选手房间稍微卡了一下 但是没关系 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采用这种 具有特殊规则和特殊地图的 这个EV1模式 对 其实不知道两边会选出来什么样的英雄 因为这个盲选嘛 其实可能说对面也会吓一跳 对 你说潘森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E对E强不强 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很强 那你说音逼哥有没有可能 其实是有可能 我觉得潘森真的挺 就是挺符合他的选择的 而且潘森这个英雄相对来讲 他的容错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有一个E技能的存在 或者你们觉得梦魇怎么样 魔腾也行 但是魔腾好像没有在战士组里吧 他可能是刺客 对 魔腾好像没有在战士组里 所以要看一下这边两人怎么选择 而且现在这个潘森大招 是吧 这个可以回程的情况下 甚至你可以当一个TP来使用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战士英雄的分组里 分别是奥拉夫赵姓 厄加特天使 狼人 蛮王 武器 诺手 刀妹船长 巨魔鳄鱼 猴子 芒僧 兰博 狗头 乌迪尔 九筒 潘森 金属大师 木魂人 盖伦 锐文 龙女 狗熊 剑姬姬 人马 还有杰斯以及蒙多 还有角跃 凯南 亚索 青钢影 克烈 凯影 魏 剑魔 章鱼妈 俄罗伊和挖掘机 对不起 这个实在是有点长 听你念感觉像写作文一样 刚才因为导播给我说道说 德赛不小心搬错人了 不是说不允许搬这个同类别的英雄吗 这可能是列表太长了吧 对 因为这个其实你可能一不小心就点到了 而且你刚刚提到一个英雄 其实我觉得他在上路一对一的还挺猛的 就是诺手 其实我觉得大家打牌位的时候都应该知道 上路诺手就 对 而且这个英雄主要他在这种纯一对一 没打野的情况下 我觉得很强 很顶啊 这个英雄他有一个问题 可能你打上单就是 他如果被打野不定 真对 他比较笨重 对吧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纯一为一的真空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英雄也是有上场空间的 对 虽然他腿短就是团战不好进场 但是你都是战士对局的嘛 大家两个人都是手短的 所以很容易可以碰到 而且还可以带个雪球 我感觉最大的还是要选人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就是战士英雄里面 其实一打一厉害的英雄有很多 我刚才甚至感觉那里面 还有一个战亨娜 也很强啊 其实你想一下 他感觉打战士的话 前期还是有点吃亏啊 确实没六可能差点 但是你上来就三级啊 来了 天使 读音笔 天使这个英雄其实 这两个人就并排座嘛 那这不是往边上一瞟 开玩笑的我们都是有职业操守 靠自觉对吧 果然刚才也预测了这两个英雄 瑞文和潘森 两个人的招牌英雄 但是你别说 其实瑞文对上潘森的时候 是不会像其他 我锁了瑞文 赛哥的瑞文 在S8夺冠之后 拿了一个剑技皮肤 也要选择在这个剑技回城的时候 地上有一把瑞文的断剑 对可见赛哥对这个 英雄的一个喜爱 唯一指定我心爱的英雄好吧 除了瑞文剩下都是上分的工具 打比赛的工具 但是瑞文是她的心头 蓝博 这个对局其实是从S2有这俩英雄开始 就不停地上演的 对 就以前版本 可能比较经常见到的一个上路对局 蓝博打瑞文 怎么说两位 猫黄先说 你觉得这个对局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瑞文 只会占点便宜 占点便宜 而且ID也加分 同希呢 就主要你看刚刚赛哥带了一个雪球 英雄帝哥带的是一个点燃 就是召唤人技能上 可能觉得点燃会占点便宜吧 但实际上就是 在我今年在LPL解说的一段时间里 只要有IG的比赛 就会有粉丝问我 你觉得今天赛哥会玩瑞文吗 对吧 那今天完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是 尤其是我同一猫黄的另一点 就是我觉得 瑞文的操作空间是更高的 比起这个蓝博来讲 因为蓝博 他在这个技能组上相对笨重一点 跟瑞文相比 而且我觉得到6之后 瑞文的优势有点大 对 哎 蓝博那个大招 讲道理一对一不是很好的技能 对一对一太难去 对 打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伤害了 虽然我们记得 DWINB在S9这个蓝博 那是打团啊 对吧 你这个一对一蓝博 如果到6怎么办呢 我们期待一下战士组的第一场 由DWINB对上The Shine 在屏幕左下角蓝色方的就是天使瑞文 而在右上角红色方的就是DWINB 我们也看到了下面像格斗游戏一样 两边的雪条 就是 隐魔刀加一个护臂两边 我们另一个规则就是在买雪瓶上 最多只允许身上存有两瓶生命药水 所以你也发现 晒哥有五十块钱没花掉 就因为只让买两瓶雪 这个没办法 限够了 限够了 有钱花不了 但是不过好在咱们这个比赛是允许回城的 是 召唤师技能方面 两边都是 晒哥是闪现点燃 而DWINB这边是护盾加点燃 那他应该刚刚是换回来 在那个切过镜头之后 这边还是觉得点燃 对对拼来说更有帮助一些 这边其实初期的话 肯定兰博一级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兰博这边感觉推线 是比瑞文要快一点的 但咱们这个比赛 其实没有什么苦刀的限制 晒哥上来先打一套换血 但是并没有很赚 这波兰博红温了 兰博前面最大优势 还是可以就是一边推线 同时然后对你人做一些消耗 对 而且另一点就是 兰博前面的那个火 他比瑞文来讲 更难吸引到小兵的一个仇恨 这边晒哥前面 肯定还是想办法感觉 要过渡到六级再去打 因为虽然比赛节奏快 但是大家开局就三级 上来打一套 但这波换血挂点燃 晒哥回身 晒哥很危险 晒哥隐魔刀被打出来了 这波有点莽撞 正好赶上一个兰博红温这一套 这前期确实打兰博挺难受的 要等六级那一套爆发了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兰博 他点燃现在只有100多秒的情况下 下一波对拼可能点燃就好了 对 吃血 反手套一个点燃 上来直接逼出这边 对面一个护盾 那这样晒哥现在是领先点燃的 哇这一套打怎么打的 我都没看懂 哎 闪线上来 这边对面是没闪的 有没有机会 金草这边晕住反手 又刷了一个护盾 这不敢要刷了 一血 是的晒先拿了第一个人头 但是我们的规则是7分钟前刷两次哦 还有机会 是的 大家不要觉得比赛结束了 现在双方都拿到一个人头 也就是说下一次谁死谁输 而且这个一血是多少钱 因为咱们这个一个人头是600 哎 那就是700吗 对吧 德赛回家直接两把 多蓝剑 而且这一波 虽然晒哥很帅的一套是单杀了 但是其实 对于英秘哥来说还是有机会 我是觉得这波德赛最亏的地方是 闪现的CD太长了 对 跟光盾和点火相比 这个闪现你下一波必定用得上 直接升6 上去打一套 但是没有开自己的大招 随便回去吃这个补血的了 就其实这波打完回家之后 感觉英秘哥的装备会比泽赛好一点 对 他这边两个多蓝剑加一个药瓶 但英秘哥这边是一个800的法权鞋 加一个布甲 就是1200感觉是经济比他多的 而且比较伤的一点是 其实瑞文等级起来 蓝波就消耗不动了 刚才我觉得杀了还有一点是 瑞文等级现在落后 因为刚才有一波线 泽赛死了之后进蓝色网塔了 是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泽赛频繁利用自己异技能上来 去做一个无伤换血 哇 看不懂 这个瑞文怎么上去又回来的 就看他这个普攻就知道是 熟练度相当高了 因为这个我玩瑞文平常就是A的很慢 你还能A出来 我有的时候玩都没有A 上来 但是现在红度的一个蓝波 A人非常同 你魔刀要被打出来了吗 没有 这波其实你魔刀都被打出来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一会对拼还比较有底气 回去先吃个血 还犹豫了一下没有吃 因为毕竟吃血的5秒之后 是5秒之内是有一个额外伤害的 所以赛哥是不是考虑到这一点 你看现在瑞文身上有一个亮晶晶的buff 这个就是吃掉加血之后 最大生命值20%的 是当前生命值20%的一个额外伤害 看两边突然又发育了起来 是 但是没关系啊 这样走下去一会就缩圈了 现在蓝波 这波还是飞了线很多 这波其实则差感觉不太好上来去对拼了 先打一套 先把这边对蜜的血量打下来 对蜜回去吃血了 这把感觉要等到缩圈了 我其实还蛮想看看缩圈特效 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缩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别笑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新的EV1的模式 这个模式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如果以后能在这个普通玩家也能用的话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一个推线回家了 补了个小面具出来 发育一波 发育一波 他是把刚才身上自己那个布甲给卖了 对吧 然后补了个小面具 这套伤害很高呀 补过装备的感觉则山要出事了 哇 挂点燃 德赛这位置感觉扛不住了 再一下平安 德赛大招刮过去回身 没有双手盾 我们恭喜东云币 一波精彩的回家补装备 是让自己的伤害完全超过了德赛的计算 对 这一波帅哥也是想要追求一个极限的操作 他在最后的时候闪现正好 选择没有交回去对拼 帅哥虽然初期是有一波漂亮的单杀 但是后面英明哥还是很机智的